格林小人得志,詹黄眼伤加重,勇士主帅还嘲讽,2018年6月4日,总决赛已经进行到第二场,勇士激进的打法以及库里的诛心三分,使得再一次保住了自己的主场,而骑士却两连败了,骑士必须要守住自己的主场,才有可能冲击冠军。 记得上一场,勇士和骑士交手的时候,比分十分焦灼,骑士对詹黄也打出了超级领袖的风范和能力,即使在眼睛被格林弄伤后,仍然砍下51分,虽然最后比赛还是输掉了,但是他也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,联盟众星都纷纷发推特向他致敬,或许这就是超巨的魅力。 而今天迎来了齐勇之间的第二场比赛,值得一提的是,在比赛过程中,很多人都揪心着詹黄斯的眼部问题,看上去更加严重了,而他的主治医师也表示可能会有永久性影响,很多骑士球迷都表示特别心疼,希望比赛早点结束,让詹黄好好休息恢复。 然而詹黄依旧没有让我们失望,虽然没有改变结局,最终比赛还是勇士拿下本场的胜利,赛后勇士主帅科尔的采访,引起不少公愤。 他先是夸了自家的球星库里,他表示非常出色和惊人,随后他还不忘调侃一下詹姆斯,说,我觉得他们今晚应该好多了。 这令不少球迷表示不满,纷纷留言回队,不要太得意忘形,简直是小人得志,说一句这场比赛小编买了骑士胜欧,我的money你们觉得像,长小编该买谁,G3谁会胜出单选,零人0%,骑士,零人0%,勇士,投票。 ์门 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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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